我們上一次簡單介紹了徐阿修這個人 他只有在愛因斯坦寫下愛因斯坦方程式後 一個月內就解出了一個exact solution 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 可是在真正講這個xact solution之前 我要回頭很快的這個回顧一下 我們再談愛因斯坦方程式 就是這個愛因斯坦tensorgμn等於8π牛頓常數tμn 愛因斯坦tensorgμn是等於rμn 減掉1分之1小gμn乘上r r是curvature scalar 那因為rμn是等於rμn 就是它是對稱的 這個rich tensor是一個symmetric tensor 那gμn也是symmetric 這個我們都知道 因此gμn是symmetric tensor 那μ跟nu都有四種選擇 所以這個我們會猜說 independent component就是十個 愛因斯坦的這個tensor 獨立的component有十個 所以我們會猜說 這個愛因斯坦方程式 其實是十個equations 這個我之前提過 可是你們習題也做了 我們知道gμn還滿足這個identity 被我稱作Bianchi identity的等式 所以這是一個很等式 你只要把gμn的定義帶進去 取covariant divergence 這就一定等於0 那這個identity其實是 mu是要累加起來的 所以nu可以取有四種選擇 所以這個其實是 這個identity基本上是給我四個constraint 或四個equation 或者說是constraint 有四個conditions 所以合併起來呢 這個方程式其實真正只有六個 independent equations 可是我們講過 我們是要去解出metric吧 我們是要solve這個equation是for 小gμn吧 那小gμn是一個對稱的tensor 所以它有十個component 那這時候好像會有個問題 因為我們要解的這個函數有十個 因為每個函數都是spacetime的函數吧 就每個component都是spacetime的函數 可是我們只有六個方程式 所以表面上我們好像這個方程式的數目 不足以唯一決定gμn 對不對 所以我們似乎有一個undetermination的問題 undetermination 就是沒有辦法唯一決定gμn 那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致命傷 就安因斯坦寫下它的方程式 結果發現它的方程式沒有辦法解除gμn 那事實上不是的 我們看一個類比的狀況 這個我們知道在馬克什爾法程式 我們有partial μfμν是等於jν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法程式 是partial μf tilde μν是等於0 那我們知道這個fμν呢 你如果引進這個一個4vector 就是4就是這個對不對 這個aμ是等於scalive potential加上vector potential 所以就是這個4vector potential aμ平常就是叫做vector potential 想仔細一點你可以講說是4vector potential 以區隔這個3vector potential 那我們在電子學已經學過了 你如果把fμν寫成這個樣子 它馬上滿足這個式子 這沒問題 you automatically obey這個 沒有sauce的馬克什爾法程式 但是你把這個帶入這個式子 你會發現什麼 你如果把它帶進去 然後這個等式就會變成是 不是這個是這樣子 對就是你現在有一個等式式 你這個把它帶進去對不對 我再寫一下 好 有時候在黑板這邊做計算是比較 這個是等於box aμ對不對 就是delenversion operator 作用到它 然後再減掉partialμ 然後是partialμ aμ aμ 等於jμ 就馬克什爾法程式 就變成這樣 如果我以aμ把它當作變數寫出來 結果你們都在 就你們在電子學學過 這個法程式沒有unique solution for a 因為你如果解出一個解a 然後你把它做gate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把aμ變成aμ' 而aμ'跟a的關係 只是差一個scalar function的 derivative 如果是這樣 你把這個帶入這個式子 如果說a是一個解 你會發現a'是一個解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馬克什爾法程式是 是imvariant 所以這個法程式是 或這一組法程式 它是imvariant on the gauge transformation 其實是應該這樣看 你很容易看 你只要把a'帶入這個fμ'的定義 結果fμ'在這個變換底下 會保持不變 這個我們已經多次談過 所以既然fμ'不變 那麼這個馬克什爾法程式當然是不會改變 因此如果我要唯一解出a 是做不到的 馬克什爾法程式沒有辦法給我一個unique 的這個aμ的equation 的一個solution 那平常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是要選一個gauge對不對 例如說選一個叫做 for example launch gauge 例如說我們choose一個適當的lambda 使得partialμ'aμ'e'的0 也就是說讓這個等於0 那這個叫做 我們就是choose 術語叫做choose a gauge such that partialμ'aμ'e'0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這個方程式當然就有解了 就是box aν是正比於jν 那這個解釋就是波動方程式 所以這個就得出唯一解 也就是說 aμ不是一個物理量 物理量是fμν 起碼在古典物理 這個量子力學進來以後就麻煩一點 到底什麼是物理量 這個是一個很深奧的問題 所以我們回來看 gμν本身 嚴格講它不是物理量 ok 就是說這個component 因為它gμν是會隨著坐標而定的 所以就是類比之前的討論 我們可以選 我們可以選 我們在電子學的情形可以選這個gauge 那在i閃方程式 我們可以選 choose an appropriate coordinate 我們在 國外相對論的情形是x goes to x' 它是x的函數 所以你基本上有四個函數可以選擇 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適當的坐標 那就補過來什麼 補過 就是你可以把gμν透過坐標的選擇 把它reduce它的component independent component到六個 那你這樣就有六個方程式 六個位置數就可以解 ok 我說這個是這個 愛因斯坦方程式 我們很初步的在 談論它的這個 equation motion的 就equation的數目 跟這個要解的函數的數目 一個初步的討論 ok 那具體而言 我們要這個往下討論 在特殊的例子 我們會碰到的時候再來 來講說我們怎麼樣子 選適當的coordinate 所以要選這個適當的coordinate condition 就好像說選適當的gauge condition一樣 好 我們現在 就真的 起步來看 許阿修在1915年 December 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要來看 許阿修的solution 這個許阿修的solution呢 是一個特殊情境下 才能夠得到的舌路線 這個特殊情境就是 我們假設我們的時空是 有spherical symmetry 假設我們的時空是static 就是我們的manifold是spherically symmetric 它有spherically symmetric and static 所以我們假設時空滿足這兩個條件 那在這兩個條件底下呢 我先講 如果時空是spherically symmetric的話 我這個dx² 可以寫成底下的形式 因為我們是gmu nu dxmu dxmu 然後這個xmu呢 當然就是等於tx吧 所以我們假設我們的時空是有球對稱的 基本上這個叫做各項同性 isotropic 那你本來把它寫出來 你會有g00dt平方 g0tdtd 抱歉 抱歉 g0rdtdr加上 不 抱歉 我這樣 我們就是g0i dtdxi 加上gij dxi dxj 點點點 你就 全部展開來吧 就是 把gmu nu寫開來 那你希望 把這個gmu nu 就是這個 你假設的這個metric 帶入Ie散方程式 然後把gmu nu解出來 如果我們假設 我們的manifold 就是我們的metric 是spherically symmetric 則 可以證明 它的形式是 如果我們假設 spherically symmetric 请注意,我跟这个Minkowski spacetime的matrix做一下对比 Minkowski spacetime是minus dt square plus dr square plus r square d theta square sin square theta d phi square 这个是flate spacetime的情形是这个样子 这个平常我们把它写作是d大omega square,domega square 我以前也就其实已经用过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部分是什么 这一部分是一个球面的matrix吧 你们应该是熟悉的,就是一个球面 我如果考虑一个球面 然后球面的坐标是什么 是这个theta跟phi的话 那我的matrix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r就是这个球面的半径 right?ok 那这个dr square是镜像的两个点 就同样的角度 然后它在镜像上插这个dr这个coordinate的difference是dr 那所以dr square是代表着镜像上的这个距离平方 所以如果我们的时空具有球对称的话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d square最多 就是只能够写成这个形式 那这一部分呢 是描述一个 就这一部分是就跟这个minkowski坐标里头的这个part 是完全一样的 ok 那要证明这一点啊 但有些同学可能说这个本当如此 因为我不应该有dtheta,dr term 例如说 或者dtheta,dphi term 因为我要求这个球对称 就是说旋转对称 就是我有rotational symmetry的话 在空间中一点 我做theta跟phi的change 我的matrix不应该改变 这就是spherical symmetry的意思 那我就不应该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项 所以有些同学可能说 我这个一看就知道说 我要求球对称的话 我的时空d square只能够有这些项 不过事实上 这个你如果真正要把它写清楚 要给一些证明的话 还是这个 还是要做一些功课的 还是要小心检查说 哪一些term可以有不可以有 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在这边解释了 因为那个大概还需要再用上我15分钟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最一般的gminu写下来 那那些不应该出现的term 活不其然都不出现 这个我就不在这边讲 你们可以去读课本的说明 OK 或者是读我们的参考书Carol的说明 或者是读Weinberg的说明 Weinberg大概是讲得最清楚的 就是如何我们从spherical symmetry的要求 你的gminu只能够有这些possibility 我在这边需要说明 这个地方我写r² 其实本来它应该是 可以是一个函数 f of r 就是我这个r²前面的系数 其实本来是可以有一个f of r 但是我可以把f of r吸收到r里头 我定义一个新的一个变数 假如说我这边本来这边 就以spherical symmetry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d omega² r² d omega²前面我其实可以有一个 arbitrary函数f of r 严格讲这个是并没有违背spherical symmetry的 可是我可以把f of r跟r²把它合并起来 定义一个新的variable叫做r bar² 那我如果一旦做了这个变化 我的r bar当然就会影响我的grr的定义吧 可是grr反正是unknown 我们还不晓得它什么要解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就直接选我的r satge die f of r等于e 请注意这些都是coordination的选择 并不是代表真正的长度 我们讲过说在这个弯曲时空里头 怎么定义这个坐标 有没有 怎么定义时间定义这个spatial coordinate 怎么定义time coordinate 我们定义出来的coordinate都不直接反映长度 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这边的这个r的选择 并不会影响我们最后要讨论的物理 OK 我这个只是 我这个说明 不代表说我是一个推导 不过如果有同学有疑惑说 就求对称来讲 这边似乎可以有一个arbitrary function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处理掉 对 我刚才讲 那这些component都只是r的函数 OK 所以它只是r跟t的函数 OK r跟t的函数 好 如果说我们进一步要求 我们的matrix是static 那static 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 根据这个 例如说我们的刻本的讲法 我们如果gμν它本来是t跟x的函数 如果说 那我们现在因为已经spherical symmetry了 所以它顶多是t跟r的函数 OK 那如果这个gμν跟不随t而变 它就是independent of t 所以它是independent of t 那么gμν就变成它只是r的函数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这个matrix是stationary 我们的spacetime是stationary 所以我们说什么东西是stationary的时候 就是代表说不会随时间而变 例如说我们想象一个物理情境 有一个水流就是以固定的通量从我的右边稳定的流到左边 这是不随时间 这是一个情境是不会随时间而变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说它是stationary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stated的意思 我们stated还要更强烈的要求说 你没有这个固定的水流这样子的运动 也就是说我们还甚至要求说 我们的matrix在t goes to minus t的时候 它还是要不变的 OK 也就是说我如果t把它颠倒正负号 也就是逆的时间来考虑的话 水流是这样在前进 那逆过来时间不就是我刚才讲说 从我的右边到左边 现在变成从我的左边到右边 那如果我要求我的情境 我的物理情境我考虑的状况是 它仍然是要symmetric under t goes to minus t的话 则这个我就说我考虑一个stated的状况 所以像这一项这一项就有问题了 因为在t goes to minus t的情况之下 所以OK首先我刚才讲说g of这个 在spherical symmetry的情况之下 每个g mu new component它只会是r的函数 所以就没有t的dependence 我把t插掉 OK 所以它只是r的函数 那再进一步我要求它是static 那在t goes to minus t这一项会变号吧 因为这个会变成是minus dt 那这就破坏掉我的对称性 我要求我的matrix在t变成负t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变的 所以这一项是不能够出现 因此徐阿旭所考虑的这个未定函数 这个所考虑的这个这个时空呢 是spherical symmetry and static 因此我们只需要考虑两个未知函数 而这两个未知函数g zero zero跟grr 都只是r的函数不是t的函数 好 现在的问题是个别是什么吧 就我们要解出来 有一个标准的这个notation 是把g00写成exponential minus minus exponential两倍的nu of r 然后是dt square 加上exponential两倍的lambda of r dr square加上r square dω square OK 也就是我们想要解的这个函数 跟这个函数 把它写作这样 就引入两个函数 nu of r跟lambda of r 把d square写成这个样子 那很多书都遵循这样的notation 不过也有很多书不遵循这样子的习惯 OK就把g00写成这样 像carol好像就不要写成是alpha lambda就写成是b 所以你们如果读carol的书的话 我的nu就是他的alpha 我的lambda就是他的b OK 那你要是看wimper的话 好像他这边就写成a 就是他的g00写成是a gr就写成是b of r 等等的 但是很多书是就用nu跟lambda 那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这个 他们就在用dirac的commitation dirac 大家知道dirac有一本名著是量子力学 对不对 量子力学的原理 你们可能不知道 dirac也写过一本广义相对论的 算是textbook吧 或者是一个很惊讶的monograph OK 所以在他那本书里头 他是用 把g00写成这样子gr写成这样子 也许是这样吧 所以才引起别人也模仿他 就把这个变数是用nu跟lambda作为变数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nu跟lambda解出来 那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很直接了当 把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你已经知道了g对不对 然后呢你去算gamma 因为gamma是g的函数 你知道了gamma你就去算r 对不对 例如说是alpha veta mu nu 你知道了 这个 Riemann curvature 你就知道rich tensor 所以你一旦把rich tensor算出来 我刚才讲了半天忘记提 重点是我们现在要谈论的是vacuum solution 所以我们consider g mu nu等于0 这个solution 这个equation 就是vacuum的情形 那我讲过 这个 只要空间中某个点 你没有t mu nu 那在那一点 g mu nu满足的方程式就应该是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脑子中所想象的情境是 空间中如果有不为0的t mu nu 它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区域 那其他的地方都t mu nu等于0 因为我们下一次就要讨论行星绕太阳的轨道 如何与牛顿的预测一样或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想象说太阳就好像是一个子点一样 位于时空中某个点 那你只要不在那个点的位置 你就没有t mu nu 那么g mu nu就是等于0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解这个方程式 可是我讲过这个方程式 基本上就是r mu nu等于0 对不对 我讲过了 所以我们 把g代入gamma gamma代入riemann curvature tensor 再代入ritchie tensor的公式 然后set它为0 然后就solve for g00grr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已经把这个 unknown 标定成nu of r跟lambda of r 我们就把g mu nu写下来 ok 所以这个g mu nu呢 是等于minus exponential to nu 然后是exponential to lambda 然后这个地方是r平方 这个地方是r平方sine平方c打 其他的component都为0 然后呢 它的inverse 就这个metric的inverse g mu nu 我们现在这个g mu nu mu nu是上标了 就是这个矩阵的反矩阵 所以是exponential minus2nu 然后这边是exponential minus2lambda 这边是r负二次方 这是r负二次方sine minus2theta sine负二次方 其他的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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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第一步就是计算gamma 我现在把gamma的式子写一下 他是二分之一 g alpha beta partial mu g nu b 加上partial mu g mu b 減掉partial b g mu nu 這個公式記不起來沒有關係吧 這個永遠很容易查得到定義對不對 就是γ的定義是這樣子 一個metric compatible symmetric connection OK Christopher symbol 那我們就把γ算出來 我們看一個example示範一下 例如說我們看γ100 這個component 所以γ100代進去就是2分之1g 那00對不對 α這邊是1 然後這個是b 然後mu nu是00 mu nu是00 所以是0就是指這個時間 對不對 就是x0就是時間嘛 對不對 那x123就代表xyz吧 OK 抱歉 不是xyz x1就是r x2就是c x3就是phine OK 因為我們現在是選用這個spherical coordinate coordinate 因為既然我們假設 我們要找的metric是spherically symmetric metric 當然用spherical coordinate 是最方便的 所以我們的xμ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現在μ跟nu都是0 可是我要像這一項跟這一項 都是對什麼timecompose 對time為分 可是我們的g是什麼 只是r的函數吧 所以你這個00 你根本就沒有前面這兩項 只有後面 假如說這是βdb.g00 對不對 只有第三項 它是不為0 好 那你現在這個β也只能取值是1 因為g00的dependence 只是depends on x1 就是r 所以就是-2分之1g11 derivative1g00 那這是什麼呢 那你就對照這兩個 所以這是-2分之1 g11是多少 是這一個對不對 上標 所以是exponential minus minus2lambda 然後對x1的微分 g00是minus exponential2n 因此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等於 這個符號符號消掉對不對 所以這一部分是等於minus exponential2n 兩倍的nu的微分 OK partial1nu 可以吧 這個是這樣 所以這合併起來是2分之1 exponential 兩倍的nu-lambda 然後是 抱歉沒有2 因為這個2跟這個2分之1消掉 然後是partial1nu OK 對我的note是這個樣子的 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γ100 所以這個是γ100 好了 你們要是看carol的書的話 他不用1 1啊 0啊 0啊 這一些notation 他直接把它寫成1 1就是寫成r 那0 0 0就寫成tt 這不是物理吧 提醒你們這個 看看有些書是怎麼寫γ的 好 我們舉1反n 我示範了一個例子 OK 那我就把non-trivial的γ把它寫下來 我就列 就是直接把答案寫下來 OK 就是帶進去算 例如說 γ 我現在是100對不對 那γ111 是等於partial1lambda γ010 是等於partial1nu γ212 是等於γ313 是等於r分之1 然後γ122 是等於-r exponential-2lambda 然後γ323 是等於cotangent theta 就是cos theta 除以sin theta 然後γ133 是等於-r sin square theta exponential-2lambda 然後γ233 233 是-sin theta cos theta 請注意 請注意 這個我有一些不為0的像 我還沒有寫出來 因為像 例如說γ212 因為我們知道γ是symmetric with respect to lower two indices 對不對 所以像γ21我告訴你 你就應該自己判斷 就知道說γ221也是這個字 所以 這些我寫下的是所有的不為0 就是獨立的γ 那麼有一些我沒有寫出來 因為你只要把兩個下標對掉 你就可以得到的 我沒有把它寫出來 那麼其他的為0 OK 好吧 除了我寫下來的 以及很輕易就從對稱原則 從對稱的這個γ所得到 就對稱性得到的γ 其他的都為0 好 有的干嘛 我們就算R 同樣的 你就把R寫下來 把R的公式寫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把Riemann curvature Tensor的公式的式子 寫下來 Partial gamma-partial gam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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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ma 然後把這個index填上去 μNu這邊是NuMu 然後這是lambda sigma 這是lambda 然後這個是rho 所以同樣這是lambda lambda sigma rho OK 好 我也算一個R的某一個特定的component 作為例子 所以example 例如說我來看看R0101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等於 就是這個對不對 這是等於01 所以是partial 0 gamma-011 就是011 1寫掉partial1 cabin去了1 騎馬 Polish 那么加上 γ00λλλ1-γ0λλλ1-γ0λλ1-γ0λλ1-γ0λ1 你把 rho sigma mu nu各自用 0,1,0,1帶進去 R這個component 就是等於這些量 我有沒有寫錯 OK 你在底下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有沒有寫錯 μν是01嘛 所以是01-10 01-10 OK That's fine λ寫下來是不會錯的 所以剩下就是ρσ ρσ是01 所以是01 01 然後是01 01 我想我沒有弄錯 OK 那這個對0的偏微分是等於0嘛 因為我說我們γ是g的函數 g全部只是r的函數 所以這一項根本就為0 OK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γ001 γ001是哪一個 這一個對不對 在這裡 γ0 10就是 10跟01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等於minus partial1 partial1 然後是minus partial1 ν 這是minus OK minus 所以這一項是 這個是這一項 OK 好 然後再加上 這個是要sum over lambda OK 那麼你去看 這個如果是 γ上標是0的話 lambda只能夠是1 因為我沒有寫出來都為0 我已經講過了 所以它只能夠是1 所以這個lambda只能夠取值1 OK 所以這一項 只能夠 所以我就寫 這個是1 這個是1 那γ001 又是一樣 是partial1 ν 然後呢 γ111 是partial1 lambda 對不對 partial1 所以這一項是這一個 是這一個 OK 然後呢 再減掉 那同樣 0 1 那lambda只能夠是 我這時候的lambda只能夠是0 對不對 其他為0 所以γ010 一樣是partial1 ν 然後γ001 一樣是partial 1 所以這一個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這一個 因此把它寫下來是 是 是 partial1 ν的平方 抱歉 我寫下 OK 我用的形式是等於 我把正的寫在這邊 所以這邊是 partial1 ν partial1 lambda 減掉 二次微分 ν的對r的二次微分就是這一項 然後再減掉 partial1 ν的square OK 所以這一項是寫在這邊 這一項寫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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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本來都可以skip的 都可以說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就最後大家也寫出來 不過因為上課有上課心理學 因為你們是坐在這邊 這樣做一個跳躍之後的 我想大家這個 會覺得有點跟丟的感覺 雖然我等一下還是舉一反N 你說我只算一個我其他不算 可是起碼你知道說該怎麼算對不對 就是 心理上覺得不會那麼的突兀這樣 好所以 所以我就示範一個r的其中一個component 的計算 我這個g要不要留著 可能沒辦法留了 所以其他的r 其他不為0的r 我把它寫下來 在我們的假設之下 也就是有球對稱 跟static 這兩個假設之下 我們的r 我把它寫下來 ok 除了這個r 0,1,0,1 我現在寫下來 r0,2,0,2 是等於 minus r exponential minus 2 lambda, partial 1 nu, r 0 3 0 3, minus r exponential minus 2 lambda, sin squared theta, partial 1 nu, r 1 2 1 2, r exponential minus 2 lambda, partial 1 lambda, r 1 3 1 3,r exponential minus 2 beta, sin squared theta, partial 1 lambda, r 2 3 2 3,等於 1 minus exponential minus 2 lambda, sin squared theta, 其他沒有寫出來的,要不就是利用r的特性,有沒有r有滿足一些性質, 跟這些r聯繫起來,那聯繫不起來的全部為理,那你說什麼叫做聯繫起來,我想我最好舉一個例子,OK,我看看好, 所以我們寫下了多少r 0 1 0 1,就是上面對不對,上面這個,我寫下來的independentr就這麼多, 我現在給你示範一下,我沒有寫出來的,可是不為零的,for example,例如說是r 1 0 1 0,這個是不是沒有寫出來? OK,左邊這個表,我查不到,可是它不為零,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等於g 1 alpha r alpha 0 1 0,對不對? 可是g 是diagonal,所以alpha只能取值1,對不對? 在這地方我alpha只能take value 1,因為從g的特性,對不對? 所以這alpha是1,所以這地方是1,因此這個是等於g 1 1,r 1 0 1 0,然後呢,我把, 我們知道嗎?就是r mu nu alpha beta是等於r nu mu beta alpha,對不對? 對調,所以這是等於g 1 1,r 0 1 0 1,對不對? 利用這一個,OK,這個等式 然後這個又等於什麼?這個又等於g 1 1,然後g 0 0,r 0 1,0 1, right? 就利用這個小g,把四個下標的r跟一個上標,三個下標的r聯繫起來 所以這個又等於這一個,那這個就是這一個,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帶進去,我就把最後寫出來,我細節不寫了,是不是等於minus exponential 2 nu minus lambda 寫一下好了,就是說g 1 1是什麼?我剛剛插掉了,g 1 1是多少? 上標是exponential minus 2 lambda,對不對?就是這一個,對不對? GGLGGL是多少 是minus exponential to nu 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刚刚写在上面被遮掉 OK我再把它写一遍 是等于partial 1 nu partial 1 lambda 减掉partial 1 square nu 就是微分两次 减掉partial 1 nu的square OK 所以我没有写在这边的component 可以从写出来的component推导出来 好 接下来是什么 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要做的事情 things to do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算r nu nu对不对 有了r就要算r nu nu 就是从Riemann coverage tensor现在就算rich tensor 那你们知道rich tensor是什么 r nu nu的定义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r alpha nu nu对不对 那我已经给了你这表 以及我没有写出来的 OK 的这个remann computational test 那你就可以算了嘛 我把答案写下来 我把答案写下来 我这时候就不再举一反n 我举零反n OK 就直接把答案告诉你 所以r0 0是等于exponential 2 nu minus lambda partial 1 square nu plus partial 1 nu square 解决掉 减掉partial 1 nu 乘上partial 1 lambda 加上r分之2 加上r分之2 partial 1 nu lambda 加上r分之2 partial 1 lambda r22是等于exponential minus 2 lambda r partial 1 lambda minus partial 1 nu minus 1 再加1 r33是等于sin square c的r22 r2 oh 这不需要把这 就是 所以 non-vanishing的r mu nu 就这一些 OK 下礼拜请教习题退导 OK 其实我几乎已经都写出来了 OK 你如果自己用心一点 你应该连带着我没有推导的 这个也都推导出来 一种最取巧的方法就是说 我已经知道这些了 然后我就 这个太简单了吧 这个是最容易做的 对不对 你就得到这结果 当然你还是要小心 因为有些term OK 看起来不马上就很熟悉 其实要推导这几个式子 还是需要some work 即便你假设这一个 因为有一些我没有写出来的 你还是要算一下子吧 OK 是的 我说那个r 官司官司那边 他们的费号 抱歉 bida就是lambda sorry 我刚才怎么 就是lambda 因为我说carus 用alpha bida 是nu跟lambda 刚才还有什么问题 ok 好 奇怪 我 ok 好 好 所以这个是homework ok 推导 休息一下 偶尔有这种纯计算的homework 是很愉快的事情 做一下 对不对 就知道说 schwarzschild当初也做过这个事情 你知道最有点像是说 我们去拜访这种什么 这种 iさん住的house 你爬那个楼梯 说iさん当年这个楼梯 不晓得爬多少次 我也爬了一次 所以这个schwarzschild 显然是做过这个计算 而且ok 我在这边讲 所以大家很清楚 到这个地步 你的计算就是很 非常直接了道吧 直接了道的东西 可以让机器来做 所以现在都有电脑程式 就是就是 你把gμ带t放进去 他就把这个r给你算出来 ok 好 再来是什么 再来就是要解方程式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解rμ等于0 对不对 我说要解vacuum Einstein equation rμ等于0 好了 那我们怎么解呢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schwarzschild 在这个站好里头 闲得没事 在那边这个臭臭的时间 我就直接告诉你ok 你看我们现在剥夺这种摸索的乐趣 抱歉 教育就是很 听课是很无趣的东西 本来应该自己摸索 会觉得比较好玩一点 ok 结果老师都把答案告诉你 实在是不好玩 ok 所以rμ等于0 我们现在开始解 r00要等于0 对不对 0乘上exponential2 乘上lambda-nu 加上r11 当然也要等于0 你说我怎么想要这个 我说我已经就直接告诉你 免掉你摸索的时间 ok 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说组合起来当然等于0 好 那这个是等于什么 你就已经写在上面 对不对 你看看我乘上这个很显 对不对 这很明显吧 所以这个的结果 这个是等于是r分之2 partial1u 加上partial1lambda等于0 可不可以 这个是很明显的 因为 这一项跟这一项 首先插了前面这个factor 这个prefactor 所以我只要把r00 乘上这个的inverse 再加上这一项 前面这两个就消掉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两个要加起来 所以这个加这个就是 这个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告诉我说 partial1lambda plus nu is equal to 0 是等于0 所以这个告诉我 lambda是等于minus nu 加上u加上constant 对不对 这个constant呢 我姑且把它写作c好了 我们到目前为止 因为都没有 光速是等于1 所以我那个c就没有出现 我这里就把它 这个c不是光速 ok 就是一个constant 可不可以 所以lambda跟nu 是 的关系就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一旦是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那个constant是什么 我们先来决定 这个constantc是什么 我的ds2 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 就再写一遍 exponential minus exponential 2nu 或者是倒过来 ok 就是minus 反正就是说 或者说 这是minus 所以也就是说 我把nu写成是lambda加c 或lambda减c 其实 都没有关系 我就把nu写成lambda加c 因此 这是等于minus minus 2lambda 然后是exponential 2c dt square 然后再加上exponential 2lambda dr square plusr square d capital omega square 好 我们来看 抱歉 这是cl 比误 这是c c是某一个常数 可是c这个常数 可以把它吸收到t的变数里头 不这个坐标里头 所以我把这个写作是dt prime square 对不对 因为这个坐标是随意我们取的 反正t的大小不代表真正的时间的间隔 所以没有关系 ok 好吧 所以我这个c基本上是 可以被吸收到 这个time variable 那我又把t prime叫做t 所以基本上是怎么样 是这个c可以去掉 对不对 就不需要写c ok 所以我把这个c去掉 然后本来这应该写dt prime 可是t prime把它写成t 所以我现在我的matrix是这个样子 ok 它是它的inverse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求 nu或者是lambda 因为两个是有关联的嘛 因为现在是nu等于minus lambda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undetermined function 对不对 就是lambda of r或者说nu of r 我们要把它求出来 所以同样又回到这个方程式 就是r mu nu等于0 所以我们来看看r22 这个component if we set r22 equal to 0 我们怎么样 所以r22在哪里 r22在哪里 所以r22 equal to 0 means exponential minus 2 lambda 然后是这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变成说这个等于0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挑出来 这个要等于0 对不对 那exponation minus 2 lambda就是2nu 对不对 因为lambda等于-nu嘛 然后呢乘上 乘上这个 然后lambda又等于-nu 对不对 lambda又等于-nu 所以这是两倍 所以这是等于-2倍的r 乘上partial1nu 然后再-1 再-1 再-1 然后再加1等于0 right 请大家这个 你坐在远的地方应该看得很清楚 我有没有写错 可以吧 有没有写错 就是这两项 是-2r partial1nu partial1nu 可以哈 没有写错哈 所以这个呢 是等于exponential2nu 2r partial1nu plus1 等于1 对不对 把这一项搬到右边去 OK 好 再来怎么办 其实我现在根本不需要写partial1 因为我们讲偏微分嘛 是强调其他的变数是fixed吧 可是现在我是-nu只是r的函数而已吧 所以偏微分其实就是全微分了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exponential2nu of r 然后2r 然后d by dr nu of r plus 1 等于1 这样子一个什么 偏微分方程吧 怎么办呢 怎么解呢 三脑筋 OK 同样的我剥夺掉你摸索的乐趣 OK 直接告诉你答案 台湾学生最喜欢这样的 当年是因为要考试没办法 我只好借助各种的这种 我能够得到的帮忙 OK 所以就先看答案 然后再看看我能不能 好了 这个左边呢 其实是这一个 这个稍微要有点经验 才能够知道 不过显然是难不倒许阿续尔 我说许阿续尔 入伍前已经是教授了 他虽然是教授 超过40岁 仍然投鼻从容 保卫国家 OK 所以呢 许阿续尔显然是这个 这个发扯是难不倒他 請注意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 你其实用眼睛看 可不可以看出这个等于这一个 你现在一微分嘛 例如说先对r微分 那就有一个exponential2nu 对不对 就是这一项 然后呢 r提出来就是利用这个 Leibniz rule 现在对exponential2nu 微分 那就是这一项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这一项嘛 我不相信我就是 就直接把这个微分 这微分是最容易 你就直接写一行 就知道他等于他 可不可以 不是 全部都为0啦 可是我只是说 我要得到我要的就好了 你也可以 你说我33等于0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为33等于0 你看33跟22是有这个关系嘛 所以in general 这个等于0 这个就等于0 OK 还有其他问题 所以呢 最后是这个等于1 对不对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 我再写一遍 d by dr r exponential2nu is equal to 1 因此 这个是要等于r加上another constant 对不对 什么东西的微分等于1 对r的微分等于1 就是r加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就知道 r exponential2nu's power 是等于r加上constant 所以呢 exponential2nu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把r除过来吧 是等于r分之1加上constant 对不对 constant prime啦 这没关系 因为r分 不是 就是1 抱歉 写错了 除过来是1加上r分之constant OK 因此 dx2 是等于 1加上r分之1 就是1加上r分之1 r squared plusr squared d omega squared 我们只要把这个常数 求出来就要得到结果 So what is the constant? 什么是这个未定常数 你可以说是积分常数 未定常数 那我们知道 你在 比如说 我们现在想像 我刚刚不讲 我们是求真空的暗闪方程式 那我们想像我们的物质值 这个 在空间一个有限的区域里头 那我们例如说把它放在原点 好不好? 我们把它放在原点 所以t minute 只可能在原点附近不为定 比如说 那我如果在r很大的时候 那我就会是weak feel吧 对不对? 就是r很大的时候 我们就有什么? weak feel result 对不对? 那weak feel result 是什么呢? 是dA squared 是等于minus1 plus2 phi phi是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然后dt squared plus 这个是1 minus2 phi 是不是? dR squared plusR squared dOmega squared 其中这个phi of r 是什么? phi of r 是等于minus r分之 重力常数乘上m 假设 这个太阳的 就是这个 我就直接讲太阳 好不好? 就是 假设太阳在位于坐标原点 OK 所以只有在原点附近 tminus不等0 我们现在解的是 away from 这个物质所在位置 也就是 比如说太阳所在位置 OK 那假设 那个物质的质量是m 比如说 我们这边 要 实际的情形是 例如说是太阳 所以这是太阳的质量 好不好? 这个是从高中就知道的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对不对 所以 你就知道 and then 从这两个一对比 你就知道 constant是什么? constant就是等于minus 2 Newtonian constant乘上gn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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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对照 这一个跟这一个 right? 你怎么把它写下成为 25ip 你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之前 long time ago 写过的 就是比较他们两个 对 比较他们两个 我只要比较一个常数 那我在任何的情境下 能够决定这个常数 这个常数要适用到 r小的情形 对不对 常数的好处就是 我只要在一个特殊的状况 决定它 它就适用在所有的状况 因此 因此 我们的metric呢 也就是所谓的structure matrix 它是底下的形式 structure matrix dx square equal to minus 1 minus 2gm over r dx square dx square plus 1 minus 2gm over r 再分母 然后是dr square plus r square d capital omega square 这个就叫做 sure shield matrix 它所描述的space time 我们就把它叫sure shield space time ok 我们稍微讨论一下 这个 对 我们都一向是c等于1 对不对 如果c不等于1 让我把c放回去 好不好 我们 ok 这里要乘上c平方 这里要乘上c平方 这里要c平方 好不好 如果c不等于1 你把c放回去的话是这样 ok 好 我们马上注意到一些让人担心的事情 when r equal to 2gm ok 如果愿意的话有个c平方 放回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注意到什么 g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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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r 這個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在空間中 你說r不為0 然後在這個r的位置 你的gμ變成是singular 那怎麼辦呢 因為singular的這個時空 OK 它還會有意義嗎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 例如說 在極坐標 對不對 rphi坐標 這個是什麼 這是grr 對不對 那grr是等於r平方分之1 我說它的inverse 這個也是一樣 goes to infinity whenr goes to 0 可是極坐標在原點的 它的matric的 這種singular nature 不是真正那一點有什麼問題吧 這種singularity叫做coordinate singularity 就是你的gμn有時候會因為你的這個坐標選擇而出現有singular的行為 那這個並不代表真正的這個我們要談的這個幾何有什麼問題 OK 那怎麼處理這個 就選另外一個坐標就好了 OK OK so this is no problem 或者是這樣講 對不對 我們剛才這個d omega square是什麼 是d theta square plus sin square theta d5 square 很明顯 在theta等於1的時候 這個也是0 它反過來也是無窮大 也出問題吧 可是我們知道南北極 theta等於0的地方 南極跟北極 對不對 本來就是singular吧 我們如果畫出地圖的話 北極是一條線 北極不是一個點對不對 我們如果照我之前有畫那個什麼 在講那個這個curve spacetime的e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問說這個singular到底嚴重不嚴重 是不是coordinate singularity 因為就我剛剛講的g00是會隨作標 不是gμn是會隨作標的點 而定的 而異 所以你不能夠從gμn的singularity來判定 你是不是有一個true singularity 或者只是coordinate singularity 這種是不重要的 就叫false singularity 也許不應該這樣講 不過就是不是真正重要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 例如說一些指標來判定說 這個是不是真的有會帶給我們問題 那平常你要去計算一個scalar量 因為一個scalar quantity這個是coordinate independent的 它在作法轉向下不變 那麼它比較是一個精準的一個判 一個判準 好的判準來確定說 R在2gm的時候會不會出問題 那一般會引用這個結果 就是你把兩個r把它全部contract起來 這是一個scalar quantity 你會發現說它等於什麼 它等於48gm平方r六次方 所以呢 還是會有singularity 可是這只出現在r等於 在r等於2gm不出現了 抱歉 我應該 其實 就是這個singularity有兩個 一個是這一個 但是在r等於也會singular吧 OK 我這樣講就是 如果說你計算這一個 那麼它在r等於 所以 這個is finite when r equal to2gm OK 所以在r等於2gm的地方 我們現在確認它是一個coordinate singularity 意思是說 你如果要研究r等2gm的 那附近的時空的幾何行為 你必須要另外選一個coordinate 另外選一個好的coordinate 另外選一個好的coordinate 我這話講得容易 做起來不見得容易 因為 選座標 什麼叫選好的座標 我們 有時間的話我會講 OK 那 所以 r等2gm是沒有問題的 OK 不過 另外 OK 同時我剛剛已經寫下來 可是在r等於2gm的時候 它的確是singular 因為在這一個metric的話 當然你說r等於0 這本來就是無窮大 所以r等於0是有一個true singularity 到目前為止 r等於2gm這個singularity 我們已經證明它是coordinate singularity 我們已經能夠完整的處理 在數字上很好的處理 就是在2gm附近的時空的行為 OK 我們發現有趣的物理 可是是可以理解的物理 可是r等於0的singularity 到目前為止 仍然沒有好的對策 我們仍然不知道說 那個地方是怎麼一回事情 這有點類似說 一個點墊和庫輪廠 在r等於2gm的庫輪廠 這個電廠 所以我們知道這是一個potential problem 可是我們先暫且不去關心它 暫且不去擔心 不去管那個問題 不過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r equal to 2gm 我們來看看這個number OK 我們來看 這個是會是等於什麼呢 會是等於2.95km 2.95公里 當你把太陽質量帶進去m 你如果把地球質量帶到m裡頭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0.44公分 OK 那因為太陽遠比對不對 這個遠比2.95公里是大太多了吧 就好像地球遠比0.44公分大太多了吧 所以呢 假設這個是太陽或地球 那我們現在必須要假設說 太陽的質量完全集中到2.95公里 這個範圍以內 你才有可能要去擔心r等於2gm 是你碰觸到的點吧 因為我們現在所解的是什麼 外頭tμn等於0嘛 如果說你考慮一個有半徑的一個物體 那你跑到裡頭的話 這個tμn是不等於0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解 真的要解完整的解出 例如說太陽所造成的這個時空區率 你在太陽外頭是要解tμn等於0 沒有錯 可是太陽內部你就要不能用tμn等於0 解不同的方程式嘛 那你解不同的方程式 可能不會產生singularity對不對 We don't know 我們還沒有解 OK 所以呢 這一個 但我知道它不是true singularity 它是cordained singularity 不過這個cordained singularity 在一般的情形 你也不見得 就真實的情形 你可能也不用去擔心 這是愛因斯坦他那時候學太 因為愛因斯坦對於這個singularity 它其實是這個 不是非常的有徹底了解 物理學家是在1960年代才對於這個 所謂的coordinate singularity 有徹底的了解 OK 所以 首先 愛因斯坦可以說 我不用去擔心這個singularity 或學阿修有可以講 因為 它的質太小了 你把真正的m帶進去的話 就是一個實際上在自然界 你碰得到的m帶進去 它已經跳出你所解的 這個equation的適用範圍了 OK 除非怎麼樣 你把太陽的質量怎麼樣 把它縮得很小 縮到 例如說 2.95公里 例如說 太陽只有 你把它縮到 例如說 它的這個 這個半徑只有1公里 譬如說 太陽的大小 那麼同樣的質量 你把它縮為 只有半徑1公里 這個時候 你就有可能去碰觸到 什麼2GM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 硬是要想看一下說 如果你把太陽縮到半徑為 1公里之內 譬如說 或者把地球縮小成 這個 你看看 他說 0.44公分 縮小成0.1公分 對不對 OK 那這時候就 有一個密度極大的一個物體 然後 然後呢 2GM就 怎麼樣 就 被曝露出來了吧 本來是說 它被 這個在 聚在太陽內部 那我們暫且不用擔心它 因為我們要解的是另外一個發程式 t-minute不等於連發程式 如果我們想像一個極端的情形 就是把質量全部集中在 以太陽來講 例如說是1公里之類 這時候2GM是不是就expose 這個距離就 就這個區域就出現了嘛 對不對 就t-minute等於0 所以你就要問說 那是不是它 這個時候我們的解 似乎是要適用啊 那所以它 你就要詮釋 你就要解釋說 2GM 那裡 雖然沒有coordinate 整個問題 可是有沒有有趣的事情發生 OK 那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dx² 是等於minus g00 dt² plus 例如說grrdr² plusr²d capω2 這個是大於0的對不對 我說這整個啦 整個是小於0對不對 這個是大於0對不對 抱歉不要minus 應該g00 g00是小於0嘛 對不對 這是很特殊的 我說這個是 這個是mincoxy時空 時間跟空間 它的物理性質 物理的角色 是不一樣的吧 物理上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所以時間前面的這個component 這個g00是小於0的 對不對 這個我們都接受吧 例如說以e大 就是在平空間的話 就是-1 1 1 OK 可是你看 當這種情形 在r大於2GM的時候 果不其然 g00還是小於0 gr還是大於0 對不對 OK 因為r大於2GM 所以e減掉 一個小於1的一個number OK 所以這個整個是大於0的 然後是minus是負的 OK 可是 如果r小於2GM的話 它會變成怎麼樣 倒過來 這是大於0 這是小於0 同意吧 有沒有問題 聽懂我的解釋嗎 就是 雖然 我們知道這個coordinate 不是好的coordinate 不過起碼在這個coordinate裡頭 有個奇怪的事情就是 G00跟gr 變號 對不對 好像怎麼樣 好像r 它獲得了時間的性質 而時間變成r 空間的性質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 假設這個是2GM 橫軸是r 那麼在r帶2GM的區域 我們的平常會有光追 對不對 光追是 我以前講 朝向上 這是T軸 對不對 朝向T軸 對不對 就光追內外 對不對 光追內 光追外 這叫timelike 對不對 這個區域是timelike 其他是spacelike 可是好像怎麼樣 你跑到r小於2GM的地方 好像怎麼樣 光追怎麼樣 好像翻過來了 對不對 我的這個timelike區域是朝向內 對不對 好像有這個味道 對不對 然後spacelike是在 就時間跟空間 是不是好像那個位置 flip過來了 所以 這表示說 r等於2GM 內跟外 有趣的物理 我現在就直接先告訴你 這個答案 因為光追是說光 光沿著光追跑吧 OK 就是alone這個光追跑 那麼 如果 這個我們跑到r小於2GM的地方 光好像怎麼樣 在r小於2GM的地方 它會 這個 我們會看到它會跑不出來 這個我已經講到結論了 所以 這樣子 r等於2GM呢 它是一個surface 對不對 這個surface 我們把它叫event horizon 中文 中文 翻譯 叫做什麼 事件 事件 念起來很便扭 OK event horizon 然後呢 這個物體呢 通過event horizon 它沒有辦法再出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所謂叫黑洞 OK 所以黑洞如何能夠產生 只要太陽這麼大的質量 縮小到1公里以內 那你接近那麼樣一個物體 2公里以內你就出不來了 OK 所以這個我們以後會講 所以這個是black hole 好 這個是因為先這個 預告一下我們會要討論的東西 可是有了這個metric呢 我們先談論一下這個 這個 能夠 跟我們實際的世界 也就是因為太陽的半徑終究不是1公里嘛 所以我這邊完全是想像的狀況 我們現在來看實際狀況 那實際的狀況 我們不用去擔心 這個r等2gm 喔對我應該講一下 r等2gm這個radius叫 r等2gm 好 我們回到這個我們熟悉的世界 我們不擔心r等2gm 因為它在太陽內部 反正我們的解不適用 我們現在呢 是在r等2gm外部很遠 OK這是太陽 我們在外部很遠 我們要去問 這個在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已經 這是太陽 對不對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這個圖像嘛 就是太陽改變它周圍的 時空的區率 那我們已經把這區率算出來了 OK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工作 就是要去計算 在這個時空中 物質所走的路徑是什麼 那物質所走的路徑 就另外一個物質 OK another matter 它所走的路徑是geodesic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算 geodesic geodesic 這個for Schwarzschild spacetime 那這個geodesic呢 是xμ 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 我們把它選做是 proper time OK 你們如果做過習就知道說 你選proper time 做為參數 你得到的發射式就是 這個geodesic equation 對不對 OK 那我們要去看看 這個geodesic 這個geodesic 精確來講是什麼樣子 然後 有沒有觀察上的意義 那答案當然是有的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解出這個xμ 那當然 這個方程式 你要先要知道γ是什麼 可是我們已經有的g 我們g已經寫出來了 對不對 就學習有metric 那你就去把 對應的 相對應的γ把它寫下來 那把它寫下來之後 你就有這個geodesic equation 那我們就解出geodesic equation 看出說 這個path 例如說行星的path會是什麼樣子 OK 那這是禮拜三的課題 好 下課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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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大部分 對 我 那 你的